不过今天吴敦一早上还有个行程 原来他去监察院看了画展 不过大家说这画展里面怎么有马总统的画像呢 这是为了庆祝建国百年 各行政单位都举办了很多活动 这个活动真的是包罗万象 监察院今天也因应世界古蹟日 他们也庆祝建国百年 因此开放了全院让大家来参观 那么吴敦也起了大早来欣赏监察院里面的自画画展 只是这画里的人看的就是马总统 好 这到底跟建国百年有什么关系呢 民进党立委就批评了 建国百年庆祝活动 刚2022的大选时间太过接近 监察院根本是假建国百年之名 行逢迎拍马之时 利用他们的资源在宣传而已 那我们就是要六点钟就坐投翻车就跑不来了 监察院庆祝建国百年 全院对外开放 布置民众捧场就连吴奎也一早来露脸亮相 王院长引领吴奎参观院内画展 但画中人物好熟悉啊 不就是王院长本人吗 这是江湖 现在几十六岁了 这是小弟 这是我的太太 大家都很佩服啊 天伦之类的 起角图重现江湖 这还不够 往旁边看 马总统也现身 紧握原住民朋友的时候来个大团结 这是院内自画 林林总总这么一口气跳来看 马总统监察院有没有逢迎拍马之嫌啊 你们媒体怎么都要想到那个样去啊 因为他画这个画得很好啊 很漂亮啊 你每个人看着都觉得很生动啊 显示我们这个监察院啊 不是单单会行使监察权 还有人才记记啊 动不动就有马无身影 民进党立委看不下去 对监察院冷嘲热讽 见国百年庆祝之名 在实际行拍马屁之史 执政党有很多的经费 来帮他们自己做宣传 你看用了那么多钱宣传 民调还这么低 也是一个不简单的执政团体啊 见国百年活动一波接一波 越接近年底越是高潮 只是明年1月14号大选在即 马无踪跡四处见 难免让人联想公家单位 行政副中立